台九县南回公路拓宽改善计划 从达人乡安硕段到草浦段的隧道工程 虽然能够减少车程30分钟 不过改善计划工程中却因为当地的居民 包括安硕 森永部落居民 对交通部公路总局针对原保地征收价格过低感到不满 自治会成员在渡北上立法院 由立委简东民召开协调会 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征收价格 我们乡亲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 尤其是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不管是在地上务的赔偿或是地价的征收 虽然有第三者顾驾师来帮我们再重新评估 但是我们的乡亲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主要是因为顾驾师他们他所得的价格 地主都不是说很乐意 我们保留地它的买卖实力比较少 但是我们地主也都给予 给予这样的一个参考实力 所以在这个部分应该顾驾师也要做一个参考 由于原保地买卖实力少加上地区偏远 公告地价太低 包括农地 林地这次征收估价 大约在一平方公尺60元到70元不等 居民希望公路总局能够比照过去台电 在邻近狮子乡或达仁乡征收价格标准 但公路总局面有难色 只回应还要再演绎 面对那个顾驾师的那个那个守定的 我们那时候拿出来跟面对面来这个协调 协调不长 我们进一步来继续这个沟通了 把它们反正有实力了 安硕这一带确实说是蛮偏远 那它的所谓的这个公告线值呢 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即使照我们以前的惯例呢 我把这个所谓的公告线值呢 加个几层 那因为它的基数实在是太低 那不管你加几层呢 那还是相当的低 我们也不会研究说 在这个在这一带的地区来讲 恐怕是没有办法跟都市里面的土地 去相比较 那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呢 尽我们的能力能够做到合理的方向 公路总局表示 研议后预计7月初 将会再次和当地居民召开协调会 公所也建议希望原民会能够研议 针对原宝地买卖 征收成立地价评委会 通盘检讨地价限职 立委也同意 未来将会和原民会商讨 针对原宝地征收 作为公共用途的案例 订定出符合族人期望的征收地价 记者 丹佑巴扎克 立法院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